我是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经济与信息学院大二学生潘涛南 今天19岁了 我们的团队成员还有王嘉宜 郑洪磊 金江涛 当时我们选灯型的时候也很难抉择 仙剧花的灯型有很丰富的 然后我们为什么选择龙凤八卦灯呢 是因为它寓意着国泰民安的祈愿和一个祝福 它一共有四个面 正面呢我们是放了杭州欢迎您 是为了欢迎国际来的八方宾客 这里是我们的吉祥物连练 这里是重重 这是橙橙 在吉祥物的周围呢 我们也放了一些两处文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是玉鱼 这里有八个小的三角形 上面的我们放的是新火相传 新火呢就是本次压运会的火炬的名字 下面是欣欣相容 是本次压运会的口号 我们一共做的是六天 然后我们也用了十五道工序 那么先是我们用PS去绘制图纸 然后再是减纸 针刺 一盏灯你最少的话是要几万针孔 那么最多是要几十万个针孔 要掌握每个针的针孔的一个间距 如果刺输了那肯定是不好看的 如果是刺得太密了那也是不行 再是一盏灯 再是草刀 然后开始折痕 树灯 然后等等 很多学生看到我们做了这样的一盏灯 就多来这里去参观 然后看见好美啊 都想要这盏花灯 新火相传 我们一定会接好这个接力棒 然后身为东道主 我们一定会加油 杭州压运会 我们准备好了 感谢观看